大家好我在这 刘牙这部周平凛充满许多强人所拦 今天我将绑结到儿情 介绍周平凛的五位女性 第一位介绍的女性 堪称一只顽强的代表 便是杰克的母亲杰恩 她精神灵的顽强也被棋子杰克继承到 杰恩的气氛都在《细节第一步》里 最初她以雇佣并登场 与延迁泳池塘的相遇 但这只是她表面的身份 她其实是为了联合国的见谛 接近泳池塘的目的 是为了监视泳池塘 并举得泳池塘的信任 任务的过程很顺利 她与泳池塘之间配合了天衣无缝 但泳池塘早就知道 杰恩对她别有所图 不过她不在意这种事 因为她太强了 她对杰恩有点喜欢 所以事情不到最后一刻 她不会说过这点 杰恩虽带来了目的的接近 但泳池塘的相处里 她产生了情愫 她在任务里情感间 她选择了任务 杰恩充满了泳池塘 她与泳池塘的注定网相容 在剧前的最后 泳池塘强对了杰恩 泳池塘的行为简直混蛋 但面对背叛的杰恩 她不给你随手捏死 但她却没有这么做 泳池塘对嫌弱的事物 从来都是主动出警 来动她眼里的女性 更是少之又少 杰恩的背叛 或许让泳池塘不悦 但这也证明了 她绝对喜欢杰恩 否则泳池塘可以直接决定掉杰恩 泳池塘强对行为 让杰恩有所怨恨 可她对高层的怨恨 却远远在旗帜上 当时的情况里 上层本就打算 不顾杰恩的性命 想念她与泳池塘一同解决掉 被当成弃子就算了 回国以后 她还被上所有责任 甚至因此定罪入狱 背叛泳池塘的杰恩 她也被国家背叛了 但在这些情形之下 杰恩的一位人母 坚强向杰克生产出来 她也意志与精神 觉得是超无差人 介绍完杰克的母亲后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邓雅母亲朱泽江朱 江朱一本是一位普通的女子 她嫁入猪爵家家死 还是一位单纯的女子 可是她的内心却隐藏着 连自己都不知道的修罗 直到遇到泳池塘后 才被彻底的激发出来 或许遇到泳池塘的死 她的命运早就注定了 这边有个小差距 江朱的新婚老公 被泳池塘干掉后 隔了警方询问时 为了隐瞒真相 江朱变造犯人 是为了身高两公尺 有白法的老人家 结合江朱的描述 再结合犯人的武力职 然后倒霉杜利安 就这样背锅了 郑光江朱的一生 可说是为爱而获 尤其遇到泳池塘以后 她并将全部的爱 都奉献给泳池塘 为了和泳池塘的打极骂俏 她学习了格斗技 为了帮助泳池塘 她在集团纳路斩下 甚至她为了泳池塘 她剩下了刃牙 冷酷或者毒辣也好 她做了所有一切 都为了讨好泳池塘 可是有了儿子以后 她盲目的爱情 江朱最后选择了认阳 她用母亲的身份 将泳池塘挑战 大家却极为沉重 不过她的牺牲 却改变了两位男人 没有成为泳池塘第二 就是因为母亲江朱 让认阳知道了 除了追求的强以外 还有许多事物存在 而泳池塘后期的温柔 江朱有一份功劳存在 追求爱情人江朱 在最后的时刻 将爱重达给 她爱的两位男人 当然江朱的战力 其实还是很强的 毕竟她把泳池塘咬出血了 祭三夫任养打了那么久 也不过让永战的流鼻血 有点差三罢了 并且以江朱姚和力来看 其攻击力堪比武战很近 最遗憾的还是 我大杰克的牙弓了 父亲欺负她就算了 像连恶妈都能吊倒她 祭三位祭三夫女献影 基本没有无理可言 不过她是巴素的自爱 玛丽亚原是为美女 因为身边的缘故 导致身体巨大化 要用词汇形容玛丽亚的话 那我觉得用魅力这两字 会比较合适 魅力的字面解释就是有与众不同特性 在个性或容貌上有诱惑的吸引力 玛丽亚的容貌不在美丽 但巴素就依旧深爱着她 这便是真正的魅力 魅力从来不是为了吸引多数 而是为了那位对的人 巴素的使劲踏地 便是玛丽亚魅力的最好呈现 而她对巴素的傲娇 也是出于那狗不忍心 她虽然成了这幅模样 却坚持威风的活着 但她也知道 巴素被她拖累了 玛丽亚的身体就算走路都很困难 所以巴素如果被她弃走的话 那玛丽亚根本无法生存 她无名取闹 却对巴素的行为 是她对巴素的重视 还摆在自己的生存之上 这个行为背后的原因 就是想让巴素放弃自己这个负担 况且她是讨厌巴素 那她根本不会在巴素霸免后 奋不顾身地跑过来 然后她虽然傲娇 但到了最后一刻 巴素没人都能化解她的心房 让她深深地感动到 人让巴素这样的男人 不离不弃地呵护自己 无怨无悔地深爱着 如果爱情能尽量的话 那第九最强一定是巴素 所以魅力这次会 用来形容玛丽亚 就算原意有所偏离 但绝对没有她大的问题 讲到玛丽亚以后 也凑起意志爱情魅力 这三种可靠的特质 只要剩下两位女性 都可靠的特质的话 那就能组成一只女性战队了 不过很可惜啊 剩下两位女性角色 根本是规格外存在 其中一位就是寒子伯伯 她在任牙道里登场 戏份虽然并不是很多 但都是关键的剧情 她的霸气跟智慧 一般人很难追得上 得穿这么怕韩子伯伯 应该就是从小就被她压得死死的 撇甘韩子的能力不弹 韩子伯伯本身意外的耐久 就像复活的武藏 有刻意的手下留情 但离一位老太婆 被人家阵阳一摔 还能一点事都没有 这种耐久力我服了 而且结尾更是夸张 武藏转头瞬间就被她飞幅成功 明明前一秒则武藏跟任牙 下一秒她就直接出现 这要不是她会瞬移 就是她将时间停止了 而韩子伯伯的能力更充满了许多的可能性 一般的亡魂还只基本秒招 这世界对她来说已经没有秘密存在了 就算如武藏这种强者 经过400多年的时光 她也能用几句咒语 将武藏召化到现世 而且这很有可能不是她的人力上限 万一她能召化的上限 是过去的所有的强者呢 这不就等于她能得到无尽的经验与巨述呢 只要把那些传奇英雄 随便叫一个出来附身在自己身上 就够大家打很久了 难怪在剧情结束以后 她只能跑去线篮里当校长 真的就是因为太bug了 最后一位女性角色 人称地上最强的女友 系列唯一的女主 骚江 骚江虽有最强的名号 但那是平级世界的她 并且在平级世界里 最强其实有两位 另一位是骚江的老布 不过只认女友的话 那不管本状或其他 骚江的确看称最强 出生产的时候 骚江是位温柔少女 他怕看到别人打架 不过他老爸也是位格斗家 只不过早就GG了 或许不解老爸的执着 骚江才对任牙有兴趣 以至于被任牙所吸引 他不明白同意任牙 为何要主动投入苦难 在交往过程里 他对任牙的执着 变得逐渐能够理解 最终他也和老妈一样 走上那默默陪伴的道路 在石球片里 经过世界事件与花山的演出后 骚江与任牙的感情 来到突破新的阶段 随后再带来赛岭 任牙生死的一刻 让骚江一度崩溃 让他最终挺过来了 小李虽然是第三者 但在这段期间 他给骚江鼓励 也让骚江人撑下去 这也是为什么骚江会答应小令的见面 不过结果大家都知道 骚江对小令的爱 就是类似母爱的感情 在第三部的最后 骚江想凭自己的勇气 来阻止方马夫子的打架 在这云影终身之中 唯一敢这样做的人也只有骚江了 在这之后 他与任牙的感情 就主在稳定发展的阶段 基本没什么可以担心的 不过只是那么简单的话 那干嘛把骚江作为压种呢 平时世界的骚江都能觉醒成最强 那本状的骚江为什么不能觉醒呢 或许在没注意的时候 骚江早就觉醒了 这边推测骚江的觉醒 与任牙合体有关 或许只有放马的血脉 才有资格换取骚江的钱 然后在这之前的骚江可听他没有觉醒 因为如果觉醒的话 那他还怎么会被绑架呢 就算他现在考验自己的男友 要牺牲掉自己的摄像 这也太不划算了 所以这时候骚江觉醒的概率非常小 至于觉醒的前兆 在他不爽花山时也表现出来了 骚江踢了花山一腿 原本花山的意外表情 是骚江的举动让花山感到惊讶 但如果真相也不是呢 如果骚江的血脉正逐渐的觉醒 并想要与放马结合 好唤醒全部的潜能 那骚江的这一脚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没错 我当花山无敌的身体 被女友给弄疼了 所以花山会有这样的表情 其实是他对骚江踢起的力道 感到惊奇也不可适应 然后来到大雷达赛 觉醒的骚江武力已经非常惊人 并且还在光束的进化 但对刃牙的病情无力再高也帮不上忙 他哭泣无助也能够理解了 另外刃牙复活时会吞掉骚江眼泪的原因 不仅可能是刃牙的身体发断出 除了果痰之外 骚江的眼泪也有极高营养价值 到了小艾里的剧情 骚江直接不言了 他对小艾里的挑明真相 小艾里这些好斗之徒 圣战具有外星群统 跟自己相比太弱了 血脉太稀薄了 这时骚江以彻底的觉醒 他认知到自己的强大 所以后面的副子打架里他才会出现 因为只有他有能力来阻止 然后放忙副子的对拳 以外人的角度来看是刻意避过的骚江 真相其实是 骚江用可怕的速度 被预判的所有拳头 最后准确的回避了 而他的速度太快 导致人人的眼睛只能看到他停在语言顶 那些奇怪的女性尖叫 只是回避的时候无意产生的阴障罢了 我想骚江没狠心阻止放忙副子打架的原因 可能就想给他们一点面子吧 而且这种副子的心结 也只能扣单世人解决了 以上的推论如果成真的话 那本传的骚江堪称无敌的存在 不过还是有两位存在 人和骚江一决胜负的 一位是前面提到的韩子伯伯 堪称任牙通灵王的他 他的召唤能力实在不见底 谁知道他能叫谁出来 万一连神都能叫出来呢 另一位可怕的存在 便是从其他宇宙过来的 有无限战力的爷爷比君 他们两位叫上骚江 便是任牙三巨头 只要他们刻意的低调 那其他家伙的表现 也就勉强还行吧 这也算强者的怜民了 那么今天的干话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翟哲 我们下期见